不过战争持续 俄罗斯的军队现在是直接朝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家乡发动了攻击 这场空袭至少造成6个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其中一名死者还是10岁的孩童 攻击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哗然 联合国现在不断呼吁俄罗斯要撤军 停止侵略行动 俄罗斯军队31日针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 克利弗洛斯发动空袭 以说明在遭猛烈炮火击中 冒出乌黑浓烟现场宛如炼狱 当地消防救难人员也快马加 变得展开搜救工作 遗憾的是这场新风血雨 依然夺走了数条无故的生命 甚至有一名死者是年仅10岁的小女孩 让人感到相当不舍 俄军将炮火朝向乌克兰的平民百姓也引发国际社会患然 来自多国的大使都在联合国安领会向上俄国喊话 希望俄军能够停止侵略行动 不过俄方在同一日也指控乌军炮击了在俄军控制下的盾内磁克式 并造成死伤 俄国国防部长萧以古则坚称在俄军的顽强抵抗下 乌军的反共遭遇了重大失败 并且表示乌军正转而对俄方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恐怖袭击 华语新闻社会社会组合报道 被决定超过两年的缅甸前十指领袖汪山苏姬获得特赦 军政府今天透过声明发布这项消息 并表示将撤销五项汪山所背负的罪名 另外一并释放前总统温敏 除了这两名政治人物之外 明天军方这次是一共特赦了七千多名受刑人 现年78岁的汪山苏姬在2021年被军方推翻之后 陆续被控犯下了选举舞弊 贪腐等等的罪 合并宣判总继33年的刑期 不过为了庆祝这周登场的佛教圣典叫做手下节 军政府似乎是有意网开一面 7月底军政府才将汪山苏姬从监狱移到住宅软禁 现在则是特赦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罪行都能够获得特赦 但是预计汪山苏姬能够因此获得减刑 不过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汪山苏姬将继续被拘留 不会被解除染尽 缅甸爆发政变已经两年多军政府原先承诺要在今年8月要举行全国大选 不过现在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决定要再延长国内紧急状态6个月 这意味着选举恐怕要再次延习 那么根据缅甸法律宪法的规定 国家紧急状态最多可以持续两年 不过军政府已经多次延长了紧急状态 那么理由是当地局势依旧是不稳定 即便这选举是如期来举行 许多人也质疑这不会是一场公平的竞争 因为军政府今年还颁布了新的法令 规定想要竞选的政党必须要拥有超过10万名党员 才能够报名参加 这明显是要削弱反对派的参选能力 关键政务到底是真是假 国际剑事专家李昌玉博士 过去参与过1985年 在美国康乃迪克州发生的谋杀案 不过现在李昌玉却遭到美国联邦法院裁定 他当时未造证据必须负起赔偿责任 就在美西时间7月31号 李昌玉在洛杉矶一场友人见面会 针对这个情况也做出回应 还与洛杉矶特派记者有最新消息 好 主播观众 现年84岁的国际知名刑事 建设专家李昌玉博士 在日前是被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 他针对1985年的一起刑事谋杀案件当中 他是涉嫌有伪造证据的一个情形 那么对此李昌玉其实在日前 有提出他的中英声明表示说 对这样的一个判决 是感到相当的一个失望 那么在美西时间31号 他人是来到了美国加州的洛杉矶 这里来会见他的好友 并且是在现场举办了这个见面会 那么针对这个1985年的这一起案件 李昌玉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么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你不能说20年之后你找不到就是20年之前 没有 这个逻辑不通了 你有可能性没有 也有可能性breakdown 绝对没有说伪造证据 像报纸上写有没有伪造证据 那你有想对那两名被告说些什么吗 我不知道 也不讲 他们心里也会明白 我也不要讲 Kelley在天 我反驳干什么 我知道我自我做的对决行 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反驳 不过李昌玉在这场见面会当中 他针对1985年 他被法官裁定伪造证据的这件事件当中 其实李昌玉在现场并没有太多的表示 以及对案情的陈述 反而是呈现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来讲这件事情 并且他是说 由于所有的事件相关的证据 都已经交给律师团来处理了 因此他不方便说太多 只是不断的强调说 这个法网灰灰 而且他做人绝对是清清白白 绝对没有伪造证据的一个情形 相信有一天 这个老天爷绝对会还他清白 那么回顾这一起案件 其实是发生在美国的康乃迪克州 在1985年的时候的一起凶杀案 当时这一名死者65岁是被发现成尸在家中 并且遭身上是中了27刀 然后头部也遭到重疾 因此当时李昌玉是有参与这样的一个见识 不过他也表示说现在被指控说 他有伪造证据的情形 他也再度诚心说当时查到的毛巾上有血迹的这件事情 其实在他证据找到之前 并不知道说这两人就是凶手 因此他绝对没有动机也没有理由 来做伪造证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目前李昌玉将所有事情的部分 都已经交由律师团来处理了 并且是再次在现场强调说 老天爷一定都会看到他的所作所为 绝对没有伪造证据的一个情形 那么以上是怀疑新闻 洛杉矶特派记者陈丽婷 在现场掌握到了最近状况 把时间交换棚内 塞纳河畔的最美丽风景 未来恐怕看不到了 因为巴黎一即将要成为 2024奥运东道主 到时候塞纳河将会举行 超过60万人共襄盛举的开幕典礼 不过为了要让这个典礼完美登场 当局现在对塞纳河畔历史悠久的书滩 发布了搬迁拆除令 走在风光明媚的塞纳河畔 一旁伶俐的木造书滩 是巴黎的美景之一 只不过为了2024年巴黎奥运 这些书滩恐怕将被拆除 我们是巴黎的一样的称号 都会像是巴黎的一样的称号 要求他们拆除搬迁 估计大约有570家书滩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这些河畔书滩是欧洲最大的户外图书市集 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其中不少书滩的木造结构年龄都已经有上百年 尽管巴黎市府请摊贩 在奥运期间将书滩搬迁到巴士底广场附近的书商村 但书商们并不买单 尤其这些河畔书滩尽管有些老旧 但正是塞纳河畔风光无法取代的一部分 所以说巴黎当局正为了明年的奥运 积极重整世荣 打造光鲜亮丽的浪漫之都 迎接至少60万人 共享胜举塞纳河畔上举行的盛大开幕仪式 不过为了这场短暂的庆典 却破坏了历史悠久的舒坦街景 似乎有违文化之都的气度 欢迎收入之后综合报道 全球暖化加剧了海平面上升 意大利的著名景点威尼斯 正面临被淹没的危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 因此就建议应该将 威尼斯列为宾围世界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批评 意大利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 来保护威尼斯 使得这座水都持续受到气候变迁 和过多游客到访的影响 而其实威尼斯在过去 曾经考虑要向一日游的民众收取费用 希望可以借此控制游客数量 但是最后却因为面临反对声浪 而遭到延迟 西非国家尼日最近政局是动荡不安 非洲的国家领袖要求发动政变的 尼日军政府在一周之内要交出大权 否则就要动武 同时要祭出经济制裁 但是尼日军方则是回应说 被推翻的尼日政府是为了解救 被软禁的总统贝佐姆 曾经授权法国来攻击总统府 所以导致民众群请激愤 上千名的力挺军方政变示威者 走上街头 高喊法国滚蛋 大批尼日民众群情激愤 聚集在法国大使馆外 交财着法国国旗 甚至还拿出打火机焚烧 还有人直接爬上大使馆外的栏杆 场面十分混乱 尼日民众对亲西方的总统贝佐姆 以及前殖民宗主国 法国心怀不满 发动政变的军政府还活上交游 表示被推翻的尼日政府 为了解救贝佐姆 曾经授权法国 对总统府展开攻击 眼看尼日紧张局势远言越烈 德国国防部长31日表示 当局正在考虑撤离驻扎 尼日的军队以保护当地德军 至于西非经济共同体则向尼日军政府提出要求 要他们在一周的时间内交出领导权力 否则将动用武力同时对叛变者寄出金融制裁 而这恐怕将对尼日这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可以造成更严重的经济冲击 华语新闻时配信任总统报导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侯友宜访问日本 日本媒体相当关注 包括日本的电视报纸通讯社等都到现场采访 最新消息我们交给华语新闻特派记者 十许号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侯友宜在7月31号访问日本 那么这也是在全代会通过提名之后 他首度的来出访 那么在昨天呢 他先是拜访了东京妈祖庙 并且到国会与日本的国会议员 还有侨胞来举行查会 现场除了大批的台湾媒体以外呢 也吸引了不少日本的媒体 包括像是电视台的NHKTBS 还有这个报纸的产经新闻 独卖新闻以及共同时事等等 通讯社等等都纷纷派记者到现场来采访 那么就来看到在日本媒体的部分 今天早上的报纸产经新闻的第二版呢 标题就写着台湾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访问日本来借此展现对日本的重视 内容提及 这是继2007年马英九以来 相隔16年再度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访问日本 虽然国民党亲中的印象强烈 但也无法忽视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台日关系 另外产经新闻也分析 台湾各大政党的主要候选人 纷纷争相访问日本美国 包括六月柯文哲访日 接下来赖清德也将访美 除了展现存在感和强调台日及台美关系外 一旦选上总统后 在中国干扰下出访也会变得困难 同时报道中也写到赖清德和柯文哲的 在日台湾人后援组织纷纷成立 侯友宜阵营似乎也希望 透过这次访问日本 推动在日后援会的成立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 倒数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 各阵营候选人纷纷力拼海外的行程 那么今天侯友宜也接受NHK等 日本媒体的专访 从海外媒体关注的程度 其实不难看出日本对这次台湾选举的重视 那么以上是环宇新闻失去号 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 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 因为外围云系影响 今天已经为北部、东北部和金门 马祖带来局部戒雨 预估最快今天晚间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明天8月2号 全台雨势都会更明显 气象局说 周四会最靠近台湾 加上碰到南部年度大潮 特别要留意海水倒灌淹水的情况 气象局也不排除 卡努未来可能会触路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北台湾天空下起绵绵细雨 是台风雨的前兆吗 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大回转 还碰上南部年度大潮 全台都受影响 今天的晚上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几率上来讲是今天晚上8点半 相对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除了北部的雨会持续下雨之外 其实中南部的天气来讲 比较于今天来讲也会比较不稳定一些 那年度大潮的时候 其实潮高是比较高的 那排水是比较不容易 还有在海水倒灌的机会 气象局不排除 卡努还会增强 达到中台上线 预计8月3号离台湾最近 8月4号大幅度北转离开 不过说到西南风影响 中南部有强降雨 东部地区则要注意焚风高温状况 目前各国预测卡努路径 还有很大的差异 不确定性高 主要是受到后期导引气流影响 至于气象局也预估它的暴风圈 在周四到周五早上 可能会接触到北部陆地 积极风暴风圈达到280公里 卡努就算不登陆扫过北台湾 也会带来强风豪雨 有了上回杜苏瑞经验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有没有可能放台风下 气象局说还要再密切观察 路径动向 欢迎新闻科冠城 叶玉娜台北采访报导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侯友宜 访日行众头戏 就是正式踏进自民党总部 跟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会面 双方相谈甚欢 另外侯友宜也在日本时间 下午4点20分 见到了前首相麻生太郎 不过侯伴低调不愿证实 侯友宜这一次访日的规格待遇 也已经超过了柯文哲 微笑握手打招呼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侯友宜正式跟自民党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会面 马祖庙董事长詹德勋也在场陪头 身为自民党三长安倍派接班人之一的秋生田 在自民党内积聚分量 今年柯文哲访日没见到秋生田 侯友宜能够会面 等于是自民党给予高规格礼遇 在寒暄十分钟后 双方随即展开闭门会议 他们都非常关心 台湾台海之间会不会有事 那我特别再三的说明 我们更应该努力做到 让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日本安心 除了秋生田 媒体也在自民党总部拍到 前首相麻生太郎 两人有望见到面 根据环宇新闻独家掌握的消息 侯友宜在见完秋生田之后 已经在日本时间下午4点20分 在副总裁办公室跟麻生太郎会面 侯友宜是第一位国民党总统提名人 踏进自民党总部 自民党总部就位在日本永田丁这个地区 这里面有国会大厦 还有首相官邸 就像是台湾博爱特区一样 是一个政治中心 所以侯友宜身为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 能够踏进这里也是别具政治意义 也显见自民党对于国民党的理喻 那么以上是环宇新闻 中央品达李鼎强 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 国民党挺郭派议长接连爆发出走潮 出现分裂危机 宋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也直接点名 说党主席朱立伦的战略错误 才会造成困境 应该赶快出面解决问题 而朱立伦今天终于露面了 他强调党内没有出走潮 外界不要制造恐慌 更信心喊话说 党内的最新民调 侯友宜已经追凭柯文哲了 也拉近跟赖清德的距离 出席颁奖活动坐在台下拍手鼓掌 国民党接连爆发党籍议长退党 党主席朱立伦终于公开露面 全党上下都等他力挽狂澜 点灵兄是我们这个 蓝营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情感上希望他早一点回来 然后在大方向上面 大家一起努力 再度含话彰化县议长谢点灵 不过这已经是继南投县议长 和顺丰后第二位的议长退党 传出还有九位正副议长 要退党来全力支持郭台铭 你不觉得这个是在制造恐慌 没有这回事啊 议长的部分的确有两三位 有一些意见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已经表态 坚定的支持侯友谊 否认国民党有分裂危机 但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就点出朱立伦总教练犯下的两个错误 才导致国民党内挺国派酝酿出走潮 你没有给这个总统候选人 他一个正当性的一个基础 没有一个让他经过大家检验的一个过程 假如我们是非力大联盟 为了下架民运党 为什么一定是你侯呢 韩国瑜不是更适合吗 或者柯文哲不是更适合吗 或者郭台铭不是更适合吗 这种不断的声音的干扰 就又再次的冲击了侯友谊的正当性 总教练战略错误 造成郭台铭跟挺郭派要分裂国民党 甚至可能拖累侯友谊的选情 刚刚我看到最新内三民调 我们已经追上柯文哲 现在目前我们跟赖清德的差距 已经非常小了 抛出内部民调 朱立伦要大家放心 不过党主席拿不出实际的整合办法 再多的信心喊话 恐怕也只是吹哨壮胆 欢迎宣送去单全在台北采访报导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不放弃角逐2024的大梦 访美之前多次南下拜会地方人士 加上挺郭派的张化县议长谢典林退党 这也是继南投县议长何胜峰之后 第二位议长退党 蓝营内部就担心恐怕会引发骨牌效应 外界也认为这是挺郭派揭杆起义 甚至外传有九位正副议长也在酝酿退党 现在还传出郭台铭公开参选的三大时间点也曝光了 郭台铭跟国民党地方派系越走越近 挺郭派张化议长谢典林和南投议长何胜峰接连退党 传出还有九位正副议长也可能跟着退党 国民党立委呼吁挺郭派别当墙头草 跟着郭台铭对国民党落井下石 不顾郭台铭独立参选建在弦上 传出目前考虑三个正式宣布参选时间点 8月8号防美反台加上新书发表会 或是8月23号金门炮战纪念日 以及9月13号中选会受理申请为总统副总统选举被联署人当天 不管是过去四年前或现在 我们对他都充满很多敬意 但是我们不希望一般人也好 先不要讲我好了 我们只是一个人 一般人很多人对他的经意到最后被消磨殆尽 连胜文重轰郭台铭 而国民党会陷入分立危机 却没有能力整合 因为大家从一开始就犯下大错 把郭台铭找回来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郭台铭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请问一下你找他回来到底要干什么呢 所以这个错误是朱立伦自己造成的 那当然你自己要去做一个收拾 你要负起相关的责任 那你展现了一副没有担当的样子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当然就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准备要跳船 郭台铭不守挺侯承诺 挺郭派对国民党无情 不但让蓝营支持者心寒 恐怕也无法获得主流民营的认同 欢迎圈由不至宋敬台被藏导 加上AI热潮让广达最近的股价是一飞冲天 突破了200元大关市值破兆元 董事长林百里也一要成为台湾新首富 不过面对近期外资卖超AI股退烧 广达单日市值也蒸发了千亿元 林百里今天出席公开场合时强调安啦 他看好长线力多股价都是别人决定的 神采奕奕走入会场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演不住好心情出席新电图AI平台发表 新手国防医学院以及三军总医院签署合约 其实这个智慧医疗我刚刚跟局长报告 是有无限可能的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会往前走 一定有非常好的结果 AI跨足医疗领域为远距医疗 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人工智慧的发展是十分看好 搭上AI热潮广达股价一飞冲天 从年初的七十几元直线起涨 七月一度突破两百元大关 收惠AI多头点火 让广达市值破兆元 林百里的身价也一期间相近 逼近百亿美元 一直超越张聪渊 林书宏 郭台铭等人 成为台湾的新首富 但是宝座还没有做热 最近AI族群遭到外资大砍 卖牙涌现 林百里这样说 好的新天图都安啊 一直都看好 股价是别人决定的 很多机会 很多努力 都是我们的挑战 不止如此 市场也传出广达AI伺服器 甚至接货中东买家的大单 我们的单一期都不能透露 从电脑转向伺服器 又站在AI医疗的应用浪头之上 林百里的慧眼投资登上世界焦点 欢迎新闻周晨辉 邱子玲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大学生暑假时间梦幻实习的企业当中 以长榮集团 高铁公司 还有台积电为前三名 而近半大学生都有实习计划 希望能够替未来的求职履历加分 高铁今天也曝光了训练课程 面对熊熊烈火一点也不害怕 拿起灭火器直接动作 散防正在扭已经亮起了 我们这时候准备电击 另一头不止灭火消防训练 还要熟悉这一项急救训练 这是台湾高铁首次曝光 扶勤员实习生的训练画面 学到如何正确的灭火观念 跟如何正确的操作灭火器 然后以及在旅客紧急害怕的时候 我们可以充用安全的疏散旅客 第一印象是比较亲切还有专业 利用暑假到企业实习 是许多大学生为了衔接社会求职的最佳选择 有求职王统计 大学生梦幻暑暑期实习企业 前三名依序是韩海王长荣集团 台湾高铁以及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这种运输业不仅在旺季的时候 可能这个实习机会比较多 而且也比较广纳这种不分 离祖或者是这个文祖的一个学生 抢先实习留下好印象 等于是超前部署卡卫星职缺 而今年46.6%的大学生 都有计划参加主期实习 这么踊跃多少跟企业品牌有直接关系 在大学或是研究所有这个 曾经有过实习机会的话 而且特别是大企业的实习机会的话 而且表现还不错的话 其实对于未来履历有这个加分 要帮自己的履历加分 才有更多的机会能找到梦幻之缺 暑期实习也成了抢先跨入职场的布局关键 环旅新闻陈明晏杨格李若彤 在桃园的采访报导 好 谢谢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 环宇一把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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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